2013年,台湾传出的一段恋情炸裂了全国 57岁的作词人李昆成和年仅17岁的少女林静恩高调相恋 虽说爱情不分年龄,但一个快退休的老头 爱上一个未成年女孩,还是让大多数网友无法接受 甚至有人怀疑这两人是各怀鬼胎 如今10年过去,李昆成因爱症已在2023年4月离世 他的儿子就遗产问题怒似林静恩 林静恩迫于压力,低价卖掉千万房产 每天租住酒店,生活还算过得去 而林静恩近日却被爆料,他已然流落街头 精神恍惚,这十年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年仅27岁的他却变得如此凄凉 台媒拍下林静恩流落街头的画面 采访了附近的酒店才了解 原来林静恩连续惹怒了三家酒店 他们都赶走林静恩,不让他入住 据了解,林静恩上个月23日 在台中的某汽车旅店入住了四天 费用共计一万多台币 疑似用酒瓶砸烂酒店的石板桌 被索赔一万多,酒店也不让他继续住 12月27日,林静恩换了一家酒店 住了四天再次退房 起初是酒店房间已满 林静恩被迫搬走 后来发现房间内电视机被砸 林静恩没有否认,直接掏出信用卡刷钱 林静恩很快换了第三家酒店 不久就被赶出 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听闻林静恩喜欢砸东西 决定退钱不让住 也导致林静恩的精神失控,迟迟不肯离去 还坐在旁边的ATM机喃喃自语 饭店不久后报警 不过因为没有违法行为 林静恩很快又回到酒店门口 有路人表示 看到林静恩硬闯酒店 被拦后还吐口水 一度对着酒店人员露出诡异的笑容 并放话让对方有种报警 精神状况疑似失常 记者到场后,试图采访林静恩 他声称自己肾上没钱 最后因为有人要到ATM取钱,林静恩才跑到别的地方 目前已不知去向 1月4日,林静恩发文回应,称害怕让朋友知道 但其余内容不知所云 据悉,林静恩十六七岁时,与李昆成交往 两人相差40岁,女方的家人集体反对 不过林静恩恋爱脑太深,与家人断绝关系 十年不来往,他年纪小,又没有生活阅历 逝去李昆成后一蹶不振,如今更疑似精神失常 在2022年4月份,李昆成病逝后 林静恩和他的继子李卓轩曾经有过一场几乎人尽皆知的遗产大战 起因是作为李昆成遗产继承者的林静恩 决定出售其名下的所有房产 李卓轩则对他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 虽然这场遗产大战最后还是以林静恩把房子卖了才告终 但是很明显,卖了房子的林静恩不可能没钱了 不过,据李卓轩曾经接受采访师所说 林静恩在之前精神似乎就已经不正常了 当时,李卓轩因为不满林静恩卖房子的决定 所以破门而入,想将父亲的一些遗物如收藏品之类的拿走 林静恩倒是没有阻拦他 反而是一边看着李卓轩,一边收拾行李狂笑 而这次声称被林静恩骚扰的网友,也说林静恩在被警察带走去而复返之后 也有在酒店大堂,瞪人家鬼笑的行为 看来,林静恩的精神搞不好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而他当初买房子的钱还在不在,花到哪里去了,那就真不好说了 像当初在这段恋情被曝光时,很多人觉得林静恩这是傍上了大款 但实际上,1996年出生的林静恩,家庭条件十分富裕 但他自幼父母离异,缺乏母爱,而父亲又忙于工作很少教育他 导致林静恩一进入青春期就十分的叛逆 他经常对别人说,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革命家 林静恩很叛逆,这一点在他青春期就表现出来 由于父亲对他管束严格,他就跟父亲吵架,也拒绝读书 为了引导女儿,父亲把好友李昆成喊来,想让他从旁观者的角度,劝劝自己的女儿,从后面的发展来看 他做了人生中最错误的一次决定 因为李昆成看似长辈,却有磕不安分的心 李昆成第一次见到林静恩时,林静恩只有12岁 李昆成带着他去看了电影《悲惨世界》,两个人也因此熟悉了起来 之后的五年里,李昆成不但辅导林静恩的钢琴,还当起了他的心灵导师 比起那个只会给林花钱的父亲,林静恩在李昆成这里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爱 最后他发现,他已经离不开这个男人了 2013年,57岁的李昆成与17岁的林静恩高调相恋 看着这个满脸皱纹的老头,一脸猥琐地贴在少女的脸蛋上合影 很多网友表示恶心,他们怀疑李昆成就是在诱骗未成年少女 有人可能奇怪,李昆成和林父是同龄人,为何林静恩的态度会反差很大 原因很简单,林父不善沟通,总是毫不客气指出女儿的缺点,并且加以训斥 林静恩缺爱,父母离异,已经给了他很大的伤害 他希望被关爱和尊重,这些情感诉求,父亲都给不了他 李昆成对他没有学术的要求,一心直哄他高兴,并且耐心听他的心理话,两相对比 他当然感到轻松,为了把女儿喊回家,林父起诉李昆成 按理说,李昆成不管是道德还是法律都不占领 关键时候,林静恩站了出来,他坦言感情是自愿的,他已经成年,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他的做法,维护了李昆成,也彻底斩断妇女关系 可谓决绝,放弃了原生家庭,林静恩一心一意跟对方在一起 他不再读书,大多数时候都待在李昆成的房子 偶尔有人看到他出来,发现他也不化妆,看上去少了女孩的活泼 跟李昆成在一起,一零年,两人一直没有领证 李昆成住院期间,由于需要家属签字,他们才举办了婚礼 婚礼的地点在病房,从照片可以看出,林静恩笑得很灿烂 他守在李昆成身边,不离不弃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林静恩骨子里依然有叛逆 他明明知道跟对方结婚,一旦李昆成离世 自己就成为未亡人,这个身份跟女友是不一样的 但他不在乎,觉得李昆成对自己有感情 他愿意以为对方做任何事 李昆成应该没什么遗憾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到一个女孩全身性的爱 就算是生病卧床七个月,林静恩也没有抱怨 在心理学上,叛逆的性格背后是重情义 因为他没有得到原生家庭的爱 就很容易将别人的关爱放在心里 并且想尽办法回报 这就是报恩心态 林静恩跟李昆成在一起 多少也有点这个心理 对方给了他关爱,让他有了安全感 他就忽视了两人的年龄差距 关一个人的行,治一个人的品 看看李昆成配不配得上这种伟大的爱情 李昆成早年离异过 现在的儿子是前妻生的 离婚的原因网传是李昆成出轨一个中学女生 妻子愤而离婚 对此,李昆成没有承认 好,可以当作没有这事 但是,他在和林静恩交往之前 有一个小他20岁的女朋友 2012年8月,他在青海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身上多处骨折 生命垂危的时候 就是这个女朋友抛下工作 天天照顾他,直到他康复 结果在2013年4月 他就高调宣布要和林静恩结婚 只等女方父亲同意 而且他说,他俩是近两个月密集交往的 也就是说,最晚在2013年2月 他就劈腿林静恩了 他生死徘徊时 女友贴身照料 他好了之后就劈腿更年轻的女孩 这已经很渣了 然后他还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指责前女友照顾他不够用心 说陪他附件的次数少了 典型的过河拆桥 望弯复翼,狼心狗肺 再看他对朋友又干了什么 林静恩的父亲本来与他是好友 相信他才请他去交女儿 他却不顾朋友信义 拐走人家女儿 这是人干的事吗 但凡林静恩要是满了20岁 咱也不说什么了 可是小女孩还未成年 懂什么爱情 又懂多少大人的世界 他不懂事 他57岁了也不懂事 而且他自己还说过 他喜欢幼女 因为幼女单纯 堂而皇之的幼骗 却拿爱的谎言来包裹 无耻又虚伪 至于林静恩未来的生活 其实林静恩的奶奶 此前就已经向台湾媒体表达了 对孙女和儿子行为的看法 林静恩奶奶表示 孙女做得太过分了 林爸已经尽力了 即使孙女以后睡大街 他们也不想认他 看来林静恩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 由此可见 林静恩为了和李昆诚在一起 真的是背叛了自己的亲人 李昆诚为了一己私利 允许林静恩与亲人断绝一切联系 这个人并没有真正为林静恩着想 林静恩的奶奶除了表示 不管林静恩以后过成什么样子 都不想管了 而且还透露林爸对女儿的态度 原来林爸当初在法律上告李昆诚 诱拐少女不成立以后 曾经想找人揍一顿李昆诚 因为林爸希望林静恩可以回头 但是最后或许是觉得不合法 林爸就没有找人揍李昆诚 林静恩的奶奶说这件事情 或许是想告诉大家林爸对自己的女儿已经从法律 或者私人想到的办法等角度去挽回了 但是女儿依然执意跟李昆诚在一起 所以当父亲的已经人之意尽了 以后不会对他有什么期待或者付出了 从林静恩目前的精神状态来看 他对这份感情的投入应该是真心的 而不是网友们猜测的别有用心 但即使如此 我依然觉得这段感情是不应该出现的 李昆诚这么一把年纪的人 即使是林静恩主动对自己是爱 也理应拒绝才对 然而李昆诚却没有这么做 他甚至坦言自己就是喜欢年轻女孩 因为单纯好接触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他没有说 他自己倒是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快活了 却丝毫不顾及自己死后 林静恩该如何活下去 如今被爱情洗脑了十年的林静恩 失去了精神支柱 而变得精神恍惚 即使他未来能从阴影中走出来 也必然受一辈子的非议 人生就这么毁掉了 可以说这都是李昆诚一手造成的 爱情最重要的是对彼此的负责 这一点有时候并不能用金钱来弥补 李昆诚这种只图自己晚年快活 却不顾林静恩未来的爱 显然是极不负责 也永远不能被世人接受的 اور李昆诚东西